要我说 你干脆就嫁去陪杜卫府 弃禁你那个心术不正的庶妹 我才不稀罕呢 将来我可是要去西州的 与我的心上人 在西州的草原上 骑马牧羊 比翼双飞 我才不要困在高门贵户 做圈养的金丝雀 西州虽美 但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从小在长安长大 只怕受不住那里的苦寒气候 请问 店里有人吗 有人 这边来 我先去忙 安妮见过贵客 三日之期已到 不知我定制的夹缬屏风 贵店可做得出来 恐怕要令贵客失望了 您要的屏风尺寸太大 图案又是以狩猎为题 我问变了与我们店 合作的画师和工匠 谁都没有把握结 如今太平盛世 画师为了逢迎贵门 大多只善化些 花鸟鱼虫 风花雪月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设计出偌大的狩猎图 的确不是一事 是如一家邪记忆不经 令贵客失望了 这也怨不得你们 我跑遍了长安城 所有的夹缬店无以感应 罢了 裴母告辞 贵客 慢走 阿霓 是什么难题 竟难住了全长安城的画师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请问 方才说话的这位是 是我糊涂了 他是我们店里 新品牵的画师 贵客 我进去问问 您稍后 好